Zither Harp 自己当明星 感觉也不坏 成功的滋味 自己最明白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城市的高度 它越变越快 有人出去 有人回来 深夜的朋友 越穿越心爱 上海让我越看越爱 好日子 好时代 我在上海 利波也在 利波啤酒 喜欢上海的理由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啤酒 到任何地方 朋友请你吃饭 一般会问喝什么酒啊 那你的回答自然是 本地啤酒 到了上海 喝什么啤酒啊 以前也是说本地啤酒 那马上利波就会上来 现在就是阿萨西朝日了 那这就是一个遗憾 现在事隔多年 利波啤酒强势回归 利波啤酒是真正上海人的一代回忆 1987年开始 正逢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所以大家出门喝个酒 都是利波啤酒 但是曾几何时 这个利波啤酒就莫名其妙的 找不着了 是吧 就很难会发现 这个啤酒去哪里了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那这个关于生产经营方面的事情 那一定有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但是呢 最近它是强势回归 而我呢 因为曾经就住在这个啤酒厂边上 就住在酒厂边上 所以对这块空地啊 这块地 这个记忆是特别的深刻 经常从这个厂边上走来走去 转来转去 只能够留意到它那个大烟 烟囱柱子 是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观感 如果从中环下杂道的话呢 那经常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厂区里面摆放的那些 已经可能不能再用的那些设施了 那这里倒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中环的这个下杂道啊 是经常查酒驾的地方 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在这个啤酒厂边上查酒驾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那这就是上中路下杂道 是吧 这是中环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厂区里面的这个景 景致就是这样 现在看来一片空地 这块很大的一片空地 以前还能够看到厂区里面摆放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已经是这么一大片空地了 当然在它上面比较难以做的就是 它上面还有这个高压电线 高压线网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这么硕大的一个啤酒厂的这个场地来讲 标志性建筑就是远端的这根烟囱柱子了 那现在的所所谓的这个金亮啤酒 也在这根柱子这儿 那至于将来这块地的用途实在说不上 但是这个啤酒先喝起来 这种金亮啤酒 现在特别流行 用不了太大的厂区 只要有那么一排的东西 能够放上几个酒桶 基本上这个啤酒就喝上了 所以有空大家可以相约 一起回忆一下激情岁月 一起用啤酒庆祝今天的幸福生活